男人戴上狗松外套 打算吓唬一下女友 可吓一秒 女友竟被吓得直接掉入悬崖 看着女友一动不动 男人终于意识到 这个玩笑是开大了 他完全没想到 这本事给女友准备的惊喜 现在却会变成这样 因为就在早上 女友迫不及待想要鼓掌 可男人却只顾睡觉 根本不在乎女友的感受 于是女人一气之下 便独自来到山头汽车 而男人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便立马开车去寻找女友 还为她准备了惊喜 因此隔屁 男人立马跑下山头 检查女友的伤势 好在女友并没有大碍 只是被擦破了皮而已 见女友活着 男人立马表态 他告诉女友 这是自己给他准备的惊喜 但没想到 你的胆子这么小 女友听后 已经快要疯掉 他恨不得立马打死男人 可看着男友精心准备的现场 女友最终还是选择原谅 于是男人再次戴上头套 假扮狗熊的样子 想办法去逗女友开心 可突然 一声枪响传来 原来是远处的猎人 以为女友正在被狗熊伤害 是他死吗